回到新闻现场带您看看日本也有类似吹唐人的工艺 把麦芽糖加工做成各种动物形状的棒棒糖 相当的活灵活现 带您一块去瞧瞧 晶莹剔透的金鱼用彩笔上颜色更加传神 同样技法做出来的作品 鲤鱼月龙门章鱼和鲤鱼 榨开好像琉璃水晶 其实都是用麦芽糖透过金工巧手塑造出来的艺术作品 原来这是日本传统的麦芽糖工艺 麦芽糖顾名思义 把糖跟小麦芽一起熬煮 产生自然糖化的反应 就会变成深琥珀色 微微透光非常漂亮的麦芽糖 把糖加入糯米熬煮发酵 不一样的成分和过程 麦芽糖的颜色也会有差别 做成白兔一样活灵活现 日本传统麦芽糖工艺最讨喜的 还是利用麦芽糖金银剔透 最原始的面貌 比较容易上色 呈现出来的作品更具多样性 日本麦芽糖工艺已经传承500年 动物麦芽糖好看又好吃 每一只的售价约合台币200到500多元不等 到日本旅游 如果有机会近距离看到 不妨花小钱 先品味她的艺术之美 再用舌尖品尝一举两得 杨振平编译 再用舌尖品尝一举